等一下你們就先開啟這個檔案,Final 結果我們從Final來看這個可以學到哪些東西 這一題的範例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這邊上方 常常會用到的就是說這個功能就是下拉式選單 如果說你有某些資料是固定的 讓這個使用者去挑選的話 這個下拉式選單就很方便 比如說我可以讓他選取一個年 哪一年,假設我今天要算2011 然後幾月份,幾月份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知道這個月份 這個月份的第一天 比如說4月1號是在哪一天 那他底下就會自動跳出來 4月1號剛好是禮拜五 那這個地方一定要很精確 要精確到像這個右下角這個地方點兩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要一模一樣 那你會想說 那如果這個地方我要下個月呢 下個月點下1月5 你會發現下個月的第一天 5月1號剛好是不是禮拜天 是嗎,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勞動節 勞動節剛好又就是補休一天嘛 所以大家都有補休一天啊 看公司吧 不過新聞有公佈是說有休假啦 有休假一天 大部分公司常常都有放假 比較人性化一點的公司都有放假 那如果什麼 現在有一個名詞叫什麼工廠 雪漢工廠 如果是雪漢工廠的公司大概就會 用一些方式讓你一定要來上班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出像這樣的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讓這個時間 自動去顯示正確的結果 你看你會發現下個月好了 再下下個月 6月它會自動 那所以這裡你必須要有概念說 你要先知道這個月的第一天 應該是在星期幾 那如果在星期幾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把星期幾那一 一就必須要放在星期幾的那個地方 那底下的話呢 自動會帶出結果出來 另外呢 還要知道一個訊息說 到底這個月份有幾天 如果說到30天的話呢 30天以後的資料呢 就不要顯示出來 就不要顯示出來 所以呢 這邊我們要先去做一個計算 旁邊這邊呢 就是要先知道 這個日期要帶過來對不對 帶過來之後 其實又可以用Date這個函數 去做一個格式化 那把資料帶過來之後的話呢 還要知道下個月的第一天 下個月 下個月的這個第一天在哪裡 然後呢 本月的結束日 總共會有幾天 幾天 那怎麼去計算呢 實際上這邊有個取巧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知道下個月的第一天的話 我就把下個月的第一天 跟這個月的第一天 做什麼呢 做加減 比如說我把下個月的第一天 減掉這個月的第一天的話 那不就可以算出 應該會有幾天了嗎 7月跟6月相差幾天 我就會用減的嘛 減完之後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結果 把他 那這個部分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另外呢 第一天的位置應該在哪裡 怎麼做 所以你們大概看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來做一下 這個地方 他怎麼做出來的 那你看完之後的話呢 先把這個範圍 先刪除掉 等一下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還有把這個範圍呢 把它做刪除 另外把這個部分 也把它做刪除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這個部分怎麼做出來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